每年暑假的焦点活动 626夜市即将的再次登场 为期四个周末的活动 是分别在Arcadia 呈现的Costa Mesa举行 有兴趣的民众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日前主办方更是举办了 媒体长鲜活动 邀请了多个626的商家 率先的为媒体制作精致的美食 当然也借着这个机会 宣传自己的独特美食 626夜市的创办人 张尼王表示 他们于7月初举办的第一场 626夜市相当成功 三天累计的参加人数 超过了11万7千人 他介绍 约有250个商家在现场摆摊 食物种类丰富 除了有道地的各国美食之外 还有新世代的创意料理 与消暑饮品 在媒体试吃活动当天 有11家商家出席 他们带来了多种特色小吃 其中包括彩色独角兽叉烧包 和巧克力金箔泡芙等等 有很多鱼饭食物 我还知道 dim sum 没有任何鱼饭食物 dim sum 是每个人最喜欢的晚餐 所以我认为 我最喜欢的 dim sum 我的第一次是 今年夏天将会一共举办 四场六二六夜市 其中三场在 阿卡迪亚赛马场举行 日期分别是 7月21日至23日 8月11日至13日 与9月1日至3日 而在城县 Costa Mesa举行的 欧斯夜市将在8月25日 至27日举行 天下卫视记者 马骏采访报道